在台風破禍以後 也有跟大家一起聊 也有跟大家一起聊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禮拜 我們要跟大家講的 也是這個學期最後一講 我記得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跟大家提到公共財跟政府 我們上個禮拜談到公共財跟政府 那在上個禮拜的那個講綱裡面 最後一部分我談到了說 我們跟大家談到關於那個POP BARRIER 那個豬肉統政治的問題 還有尋租的問題 那我要跟大家強調尋租的這個東西 不見得一定是在民主制度裡面才會有 那個POP BARRIER的那個豬肉統政治 那個討論的是民主體制底下的問題 那當然是民主體制底下比較難發生 尋租的問題不見得在民主體制也會發生 在非民主體制裡面其實也會有 那我在上個禮拜講 剛最後有留了一段關於談說 可是講來講去其實民主體制 相對來說 那個政府在處理事情的話 還是會比較跟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一致 那個部分我們要講 因為那個部分我們要留到今天再來說 我們要留到今天再來說 今天最後面我們會再來回覆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呢 是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 所以我在市場中的角色 那談這個東西呢 我們先回顧這整學習我們講的東西 大家還記不記得說在這堂課一開始 本學區出的時候呢 我有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現代世界最重要的特性是什麼 現在世界最重要的特性是什麼 我說呢 現在世界呢 最重要的特性是生產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嘛 對不對 我一選期出的時候講這個東西 那生產力的大幅度 我提到在哪個地方可以看得到呢 比如說我們在產量 我們現在可以消費的產品 商品的產量 然後商品的品質 其實還有多樣性 都可以提前這個事情 對吧 我們那時候講的說 你從實的方面 從住的方面 光這兩方面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生活在當代世界的 台灣的那個中產階級 跟500年前 1000年前的那個皇帝相比 我們現在的生活的品質 其實好非常非常多啦 當然除了後宮家裡以外 以前的皇帝可以開後宮 現在大概不是一開啦 你開後宮 大概就會觸犯重混罪之類的東西啦 不過話說回來 以前人就要開後宮 如果你有看周星馳的片 你大概知道那個後宮可能也不大喜歡 你看那個 看那個什麼古書上講說什麼 比如像說那個光系皇帝的黑子 多漂亮多漂亮 你看那個照片 你就會覺得說 那你即可不要後宮 然後你即可不要後宮 Anyway 所以我要說的是 現在世界最重要的特性 是這個東西 我們學期出的時候有講 那我有說為什麼呢 關鍵在於廣泛的交易分工 對吧 我們那時候講 關鍵在於廣泛的交易分工 而這個也是現在世界中 我要提跟大家講 同歷史的角度來看 市場在現在世界所敗的角色 市場在現在世界所敗的角色 為什麼市場在現在世界是重要的 因為市場呢 存在的市場 每個人就可以focus在他的專業上面 這也是現在世界的一個邏輯 我們每個人都是專業人士 那可是你人在世界生活 你需要各式各樣的資源 怎麼辦 去市場找 對不對 去市場上找 因為有市場上 有市場的存在 我們做廣泛的交易 結果回來是我們就可以做專業分工 我們就可以做專業分工 所以現在這個是現在世界的特性 所以我才說 市場在現在世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有市場存在 我們才有廣泛的升級的提升 那廣泛的升級的提升 因為有市場存在 所以我們做專業分工 那我也提到說專業分工會帶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所有人的福利會上升 對吧 在一開始上課 一開始上課後我談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什麼呢 廣泛的專業分工 結果是會帶來技術進步 結果會帶來技術進步 你可以想想看一個人focus 在一個非常小的事情上面做30年40年 那你會不會一定會有所得 你一定會有所得啊 對不對 你一定會有所得啊 所以專業分工會帶來技術進步 這個就是Eyton Smith在國務論的時候 在國務論裡面怎麼講的 他在18世紀末的時候在英國看到說 現在英國社會進入不同樣的階段了 大家開始做專業分工 所以他就看到了說一定會帶來不一樣的世界 Eyton Smith在18世紀末的時候 果然後來英國率先進入現代世界 然後他開始做廣關的交易分工 開始進入所有的自由市場平址 可是我那時候在一學期初的時候 我留下一個問題沒有談 我說如果交易 如果交易專業分工能夠帶來許多好處 專業分工如果我們有市場可以做交易 那如果交易能帶來許多好處 那我要問大家的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交易能帶來許多好處 那18世紀以前為什麼人類社會 不會自動自發的進入廣泛的交易分工 也就是自由市場體制 大家還記得吧 我在一學期初的時候 我在那個課上面我留最後一個這個問題 人類社會如何進入資本主義體制 或是如何進入自由市場經濟 對我來說資本主義體制就是自由市場經濟 當然很多人對資本主義體制這個憤有不同的解釋 可是經濟學家的看法說關鍵在於自由市場經濟 那我要說的是說我那時候留一個問題 那人類社會如何進入這個完全不同的階段 兩個 這個問題有兩個面向 一個問題是說英國 法國等西歐國家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進入自由市場體制 第二個情況是說當傳統社會 東方的中國 印度 日本 中東的若籍 這些國家這些社會碰到西方來的挑戰後 現代世界的挑戰後 他們如何進入自由市場體制 那這個東西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 或是說你去看到說過去19世紀以來 中國面臨所謂西方國家的 他們說是侵老 或是入侵 那當然是兩種社會的一個接觸 為什麼它還會碰到那麼多衝突 那麼多衝突 那會很顛簸的進入這個現代世界 你就可以回來想這個問題 如果交易會帶來那麼多好處 如果現代世界的關鍵是在於廣關的交易分析 那交易會帶來那麼多好處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人類社會不會自動進去 要在18世紀英國的特定環境下 你才會進入這個自由市場經濟 那為什麼東方的這些中國 印度 日本 直接碰到西方國家的時候 不會馬上就改選一策 進入自由市場經濟 而要經過那麼多的跌跌蕩蕩 那麼多的跌跌蕩蕩 掙扎才能夠進入到現在世界 台灣已經進入到現在世界 可是在對岸的中國 他們現在還是在步步前進 然後還沒有真的完全進入現在世界 如果交易真的能帶來那麼多好處 為什麼不會進入自由市場經濟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回答這個問題 那提出一點小看法 然後提出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不過我要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過去一兩百年來 能問社會學科裡面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包括歷史 社會 歷史 社會學 經濟學 大家常常都會問這個問題 大家都會問這個問題 那今天我們來提出這個經濟史學家的一個Cup 經濟史學家的一個Cup 所以你先回想一個事情 我們先回到這個問題的核心 如果交易能帶來那麼多好處 為什麼人類社會不會自動自發的 進行廣泛的交易分控 不會進入自由市場經濟 來 我們先來談一個問題 你先從一個例子開始來出發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人類為什麼不會進入 自動自發的進入廣泛的交易分工呢 關鍵跟一個東西有關係 這個東西叫做交易成本 這個交易成本 那在談這個交易成本之前 我要先讓大家講一個事情 做一個思想的實驗 先這樣想 為什麼人類不會自動自發進行廣泛的交易 你先想 假設今天有的這個情境是這個樣子 有一百個人 有一百個人 那你把這一百個人呢 丟到一個荒稻上去 想像這個像在那個Discovery裡面 那個什麼那個荒野求生的節目 或者像那個貝爾 貝爾 貝爾 那個荒野求生 你大家有看過嗎 他就荒野怎麼生存 就會吃那個菊 蟲 然後還聽過他也吃過什麼 那個駱駝鎬丸之類的這種東西 然後都是生吃嘛 大家每天都要看他吃恐怖的東西 大家都要看他吃恐怖的東西 貝爾 貝爾 大家知道這個節目吧 知道嘛 那想像現在我把一百個人丟到荒野裡面去 然後呢 可是我不會讓他像Discovery裡面那麼悲慘 那個衣服都不能穿 東西都不要戴 就去打獵 不會這個樣子 我們這樣子啦 一百個人丟到荒野裡面去 可是呢 我們給每個人呢 都帶足物資 帶足物資 那可是呢 我現在給這一百個人 帶足物資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我不是說你就進去 然後背個背包裡面 帶衣服、食物 然後鍋網、瓢盆、帳篷這些東西 我不是這樣搞 我呢 想像我讓這一百個人進入荒野 可是呢 我每個人 比如像說有ABCD這些人 我給A呢 給他一百份的米 我不是給他鍋網條桶 我就只是給他一百份的米 然後B呢 我給他一百份的水果 C呢 我給他一百份的這個爐子 D呢 給他一百份的帳篷 諸如此類一直到一百格子 你把他丟到荒角上去 那你知道每個人 他都有一百份的某樣東西 某樣東西 那每個人都知道 如果你要在這個荒角求生下去 你沒有像貝爾的那個技能 要去打獵什麼的 你要打獵一定要有刀子 也要回生活 沒有這個技能 你知道你要生存下去 你不能只靠水果對不對 你不能只靠衣服 你一定要去跟人家合作 你就必須取得他人的資源 那取得他人的資源呢 你可以跟人家合作 你也可以跟人家交易 你也可以跟人家 因為你現在身上有一大堆東西 你的東西夠跟人家交易 你的東西夠跟人家交易 那我要問的 又讓大家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覺得這一百根 到這個荒角上面 一定會跟人家做交易嗎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跟人家合作 才可以活下去 那你想要這一百根 丟到荒角上面 你覺得這個A B C D 這些人 比如像A有一百份的米 他不能只靠米才生活 他要爐子跟火 他會不會去跟C或D的人 交換說 你看我有米 我拿你的一份的米 跟你換一份的菠蘭回來 你覺得這個事情有可能會先發生嗎 還是有可能 其他的事情也會真的發生 你覺得大家會自動自發做交易嗎 不會 那為什麼不會 你說如果是你 就會先搶別人嗎 好 這個總給大家提出一個關鍵 如果你是A 你有一百份的米 你可以去跟人家換鍋爐 你會自動自發跟人家做交易嗎 很多人是不會的 很多人是不會的 因為你也可以去搶人家 交易會發生 合作可能會發生 可是另外一個可能是 搶劫跟詐騙也會同時發生 搶劫跟詐騙也會同時發生 而且就像你去看電影的那種情況 更有可能發生什麼 如果你是個狀態 那你一定會先把人家揍一頓 對不對 人家要跟人家交易 因為把他做的最好 他就把他幹掉 把東西全部搶過來 然後或者說你有組織能力 又是狀態 那你可能就會開始 把ABCD全部叫出來 然後你當三大王 我說一個注意搶別人搶不贏 我們三四個人組成一個團隊 大家資源分享 然後我去搶人家 這個事情一定會先發生啊 這個事情一定會先發生啊 所以這個就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交易不見得會自動自發的發生 交易的發生的同時呢 其實詐騙跟搶劫也會跟著發生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叫做交易成本 這個東西就叫做交易成本 詐騙跟搶劫 你要防止詐騙跟搶劫這件事情 還是說你會碰到詐騙或搶劫這個風險 這個東西就是交易成本的故事 這個東西就是交易成本的故事 經濟學家有在談說交易成本的基本上包含 包含三個部分 那我剛剛講的是其中第三個部分 可是交易成本呢 他事實上還包括了兩個部分 經濟學家說呢 交易成本基本上包含三種東西 第一個東西叫做搜尋 search and information cost and information cost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叫做 bargaining cost bargaining cost 那第三種呢 第三種叫做 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 我換一隻比較有墨水的東西 西瓜 這攤子還蠻淡的 好 算滿讚的 第一個叫做社群的information cost 第二個叫做barketing cost 第三個叫做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 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 這個品量快速是很有水的 這三種成本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會被詐騙或搶劫的風險 或是你要預防詐騙或搶劫 所需要去準備的東西的成本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三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有部片叫做水世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叫做挖車過的水世界 水世界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啦 那個第四台我記得都有在播 1995年的片子 1995年 水世界有沒有其他的有沒有看過 應該不少人有看過 沒有看過去看那個什麼第四台 第四台都會有 水世界 那個主角是凱文科斯納 凱文科斯納 凱文科斯納演的水世界嘛 那部片就是在演那個什麼 那個凱文科斯納開發 那台帥氣的帆船在海上 沙底的故事 那這部片是一部爽片 一部爽片 沒有什麼深刻的內涵 然後看一看很好笑 雖然他不是要搞笑 可是裡面很多巴尼的橋段 雖然他不是要搞笑 可是看一看就覺得很好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部片呢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很像那個票房跟評價都不是很好 可是後來在美國以外的市場 倒是大賣 在美國國內票房跟評價都不是很好 可是在美國市場外大賣 然後後來在錄影帶 還是那邊地視台 開始人家幫忙桌 然後後來他又又賺錢 這部片的凱文科斯納演的 水世界裡面的世界 你去想像看他裡面 裡面就是一個無政府的組織 無政府的世界 那就凱文科斯納開他帥氣的帆船 然後後來去打敗那個 打敗那個在那個郵輪上面 大賞為王的那個山賊群 山賊群 然後把整條郵輪炸掉 然後最後找到那個一個島嶼的故事 找到一個島嶼的故事 那全片就是說那個 全球島化海水上面 大家都住到海上的世界 你去回想裡面有個片段 那個片段是這樣 那個片段是這樣 就是說那個男主角凱文科斯納 帶了那個女主角去外面闖戰 然後一開始女主角只是他的貨品 然後反正他們在海上碰到一個人 那個人是一個nobody 倒楣的小人物 那個小人物就是 然後他就是莫名其妙就突然笑想那個女主角 然後就跟凱文科斯納做腳 那本來凱文科斯納很毒 那個女主角 所以就好啊 你要做交易 就把那個女的送給你 送給你 讓你去爽一下 讓你爽一下 那可是後來凱文科斯納反悔了 反悔就把那個男的殺掉 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 所以那個後來凱文就開始 那個女的對男的關係就改造 裡面有個橋段 很小的一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看過可能有個印象 那裡面這個橋段在那個電影裡面 是那個英雄救美的故事 所以那個男的看起來是nobody倒楣的人 那看起來也是個不是個什麼三 然後就被幹掉 然後女主角要重回 要開始 對男主角要改觀 然後地位提升之類的 可是在這一段裡面 其實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個樣子 我們用心的方式從哪裡全知這個東西 首先想像你是那個倒楣的nobody 一個男生 安宅 然後在廣無垠的大海裡面飄盪 那一個男生在無垠大海裡面飄盪 一定非常的boring 而且會有一些需求會需要解決 對會有一些需求需要解決 那飄盪五六個月 然後他現在呢 就說他有一些需求要解決嘛 對不對 那其中一個需求 這個男生大家都知道 他平常會拿自己的低潮拿出來看 就要解決這種需求 對就要解決這個需求 好啦他有這個需求 那怎麼辦他就要想辦法 碰到一個女伴 或是碰到人 來幫他處理這個需求 他就大海裡面飄盪 他後來就碰到凱文科斯納 好了 他就說碰到凱文科斯納以後呢 首先是他有這個需求 他要在廣泛無垠的大海裡面 找人能夠幫他解決這個需求 那他現在想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 來滿足我這個需求 所以他在廣大無垠的大海裡面飄盪 那最後碰到凱文科斯納 來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講的第一個部分 他現在要找人滿足他的這個需求 那當然他要付錢出去嘛 對不對 那所以第一個 他要找這個東西 這個成本就叫搜尋跟資訊的成本 他要滿足這個需求 他就開始在廣大無垠的大海裡面找 那最後他找到凱文科斯納 然後他就問說 OK 凱文科斯納可不可以滿足他這個需求 那當然他不會找男的嘛 凱文科斯納也不可能幫他服務 這個可能是他要幫凱文科斯納的服務 所以他要找到他服務 他就跟凱文科斯納講這個 他有這個需求 好 那我們就說 凱文科斯納就說 好 那我們現在來交易 我們現在來交易 然後他們就開始拿 你就記得那部片片 他就開始拿各式各樣的東西出來 跟凱文科斯納換 對不對 凱文科斯納說 你有什麼東西可以跟我換 那我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你 就在講這個東西 大家就開始bargain 就開始bargain你 那拿了一大堆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那最後呢 那個男的就拿出一堆廢子出來 拿出一堆廢子 凱文科斯納他說 這個廢子看起來不錯 我想要 那我這邊呢 有哪些貨物 他就看到那個女主角 所以這邊你就牽涉到一個 我們上次也在講 什麼東西被界定為財產的事情 在我們現在你會覺得說 這個女生跟凱文科斯納一起走 你們是partner 他又是女主角 不應該是財產 可是在那個時候 一開始凱文科斯納覺得什麼 男主角覺得說 那女主角就是我的財產 我現在要跟人家換職 所以你就出去幫人家服務吧 你就出去幫人家服務 對吧 所以他們討論了很久 總算達成這個dear 說OK 我要你的廢職 讓女主角出去服務 反正女主角對我來說 也不是為 他只是把他當成是財產而已 他只是把他當成是財產 然後出去服務 所以第二個這個部分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這個東西 bargaining cost 好了 結果那個女主角就被迫 被叫出去幫那個nobody服務 對不對 那dear談好了 結果那個交易經營到一半 卡文克斯納反悔了 他突然覺得那個女的很像不應該是財產 對吧 那結果他怎麼處理 他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他說交易終止 我不幹了 交易終止 那個男人就說交易終止 好吧 那你把廢紙還給我 那卡文克斯納他說什麼 這個廢紙還是我的 我不要你這個東西 廢紙還是我的吧 交易終止 那那個男的當然很不爽啊 不爽結果卡文克斯納怎麼幹 就把那個男的殺掉了 我就把那個男的幹掉了 所以電影裡面 雖然說那個男的看起來很猥褻 然後是個nobody 倒霉的人 他的存在只是為了要證成這個女主角從貨品 變成非貨品 然後他也是很猥褻看起來 所以他被幹掉 大家覺得很痛快 可是照我看來就是說 卡文克斯納反悔這個交易嘛 對不對 他思維這個交易啊 本來講好就是說 OK 這個女的給你服務 那我跟你換廢紙 那如果你交易終止 那你廢紙要還給人家嘛 對不對 可是他說廢紙還是我的 那怎麼辦 早就把你殺了 然後順便把你搶 船也搶一搶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 所以卡文克斯納在這裡面 其實是個垃圾人 對不對 他把人家殺掉 然後把人家的廢紙跟東西給搶走了 對不對 那在真實的世界裡面呢 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發生交易 你其實就會面臨這幾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 你想像你是那個nobody 你要找 你要找這個服務 所以你就在廣番的大海面找 找半天碰到一個人 約跟你做交易 你就要拿不同的東西 跟他換 八個link close的 第三個呢 你怎麼確保這個交易 會真的照 原本講好的那個東西 旅行 我給你廢紙 你給我 你找人幫我服務 如果女的不要 趕緊克斯納服務也可以 對不對 趕緊克斯納服務也可以 對不對 後來結果是 他說廢紙還是我的 那我把你殺掉 我把你殺掉 所以其實 你在這裡面 你其實看到交易的過程中 其實有 他有好幾個陳色關卡 那如果那個男的今天呢 他要確保他這個 不會在這個交易 談不攏的時候呢 被人家幹掉 他要怎麼辦 他可能碰到這個問題對不對 他如果確保這個東西 我被人家幹掉怎麼辦 那他就要帶保鏢出來 他就要帶保鏢出來 他要帶武器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他要帶軍火出來 所以他要帶軍火出來 那避免你被人家幹掉 必確保對方能夠確實的履行合約 你就要帶這些東西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我說的第三階段的成本 第三階段成本 第三階段成本 第一階段 你要去找出誰要跟你交易 第二階段 找到那個人以後 大家就要開始巴掌你討論 第三階段呢 你怎麼樣確保對方 能夠正確的履行這個交易 不會騙你 不會搶你 不會把你殺掉 如果有這個風險 你就不會去做這個交易 這個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 那你要減低這個風險嗎 可以 你就要帶保鏢 帶軍火出去 那保鏢跟軍火呢 一樣也是你的成本 要嘛就是風險 要嘛就是帶這些 保鏢帶這些軍火出去的這個成本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三部分的交易成本 那如果 這三個成本都很高的話 尤其是第三個部分 你居然找到可以跟你交易 你居然可以巴掌你 你要避免人家把你幹掉 你就要帶一大堆軍火出去 那這個地方 第三部分成本如果太高的話呢 交易就不會發生 那回到我們最前面這個東西 你政府在現在市場中的角色呢 他就是去幫你準備這個東西 他幫你準備軍火 幫你準備bodyguard 幫你準備保鏢 幫你降低這個部分的工作 那我們 下一節課呢 會再來談說 為什麼政府有這個載條 幫你準備這個東西 那如果政府不存在的時候呢 實際上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有沒有問題就這個部分 交易成本 OK啦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我說交易為什麼不會自動發生 為什麼交易不會自動發生 如果交易能夠帶來很多好處呢 為什麼人也人之間不會自動帶來做交易呢 關鍵再來說 因為交易有交易成本 交易有交易成本 如果你今天想像 你今天出去做交易 你今天出去做交易 如果你會被搶 你會被偷 你會被搶 被抽 被騙 如果有一部分機率會發生這種事情 請問你會不會出去做交易 你可能不會 或者說你想像說 如果你今天出去做交易 你要帶保鏢 還要帶軍火出去 你會不會出去做交易 可能也不會 因為可能滑不來 可能這個交易只是一個小東西而已 對你來說 你為了交易這個小東西 你要帶軍火出去 對你來說你可能覺得滑不來 結果就是交易就不會發生 因為交易總是伴隨著交易成本 所以交易不見得會自動發生 交易雖然會帶來很多好處 可是如果帶來這個好處之前 你要付一大堆錢 而這些錢可能會超過這個好處 結果就是交易不會發生 那我們剛剛談到說交易呢 它有哪些成本 交易 交易成本有哪些部分 我們有說第一個是搜尋跟 搜尋跟資訊的成本 Information Cost 第二個部分叫做Bugging Cost 你要跟人家協商 第三個叫做Policing In Enforcement Cost 就是我們說 你要確保對方履約 確保對方履約 那你去可以想像 現在對我們來說 可能已經非常難以想像了 你要確保對方 履約大多數的交易 平常你生活中 你會看得到交易 跟房東簽租令契約 去全家買東西 去買便當 大概都不大看得到這種 Policing In Enforcement Cost 因為政府都幫你準備好保鏢 如果有 如果你去餐廳裡面 付了錢老闆不給你東西 你馬上可以去警察告他 對不對 然後告他詐騙 他給你爛東西 給你 甚至是給你那個有著實力 你都可以去告他 讓你吃了回家落債 你都可以告他罰檢查 罰不完對不對 所以今天是有政府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那你想像 或是更大宗的國際貿易 你今天做國際貿易 你做國際貿易 你做國際貿易跟海外買東西 對你來說都非常的簡單 你就去Amazon上面 然後你就去下單 或者說很多網頁上面會跟你說 比如說你要去買西紅花 西紅花是一種非常名貴的香料 我們家有禁 我們家有禁 我一開始跟大家說 我們家做重要禁出口 西紅花 或芳紅花 然後西紅花 西紅花都可以 西紅花 我們家禁的 是從西班牙禁的 然後他全世界有好幾個等級 西班牙 希臘的 伊朗的 然後包括中國的 中國四川 四川可能很像也有產 也有產 那西紅花是非常名貴的香料 你現在要買怎麼買 你就直接 你就直接去網路上去看一下看 對不對 然後你找到這個人 或是說大家傳真講一講 那當然就做完交易 然後他要 你就匯給他錢 他就把東西 他就把東西 很像從西班牙寄貨櫃給你 他就透過海運寄給你 可是你想想看 這是現代我們做國際貿易的方法 可是你想想看三四百年前 你怎麼做國際貿易 你要去跟遠地的買番龍花 或是說西歐的 要來東方買辣椒 買胡椒 Paper 買胡椒去香料渠道買胡椒 他們怎麼做 開船出去 對不對 那可是不是只有開船 開船的同時都要帶火炮出去 對不對 以前做國際貿易的人是什麼呢 是海商 海商通常兼海盜 船出去都要帶火炮 對不對 那你在回想更久以前 一千年 兩千多年的時候 人家做 人家那個什麼 路上私路的交易 把絲綢跟瓷器賣到歐洲 人家商隊出去是怎麼出去的 會純粹只有落頭出去嗎 一定是落頭出去 再加保鏢出去 以前國際貿易是這樣做的啊 對不對 你出海 你出海 你軍隊走到大漠 你都要帶軍火保鏢出去 才可以 才可能做生意啊 那現在呢 現在政府會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政府會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譬如像說我們前陣子 跟西班牙一個廠商買西紅花 Sephalon買這個西紅花 然後出了一點問題 交貨上評出了一些問題 大家就 大家就在法院上處理啊 我們就在法院上處理啊 不會說你騙我東西 然後呢 軍火就出去把你的船炸爛 我不會有這個事情嘛 我不會有這個事情嘛 現在是政府在幫你處理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現在政府能夠幫你處理這個東西 或者說如果沒有政府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來從 如果沒有政府的存在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開始來討論 我們來看一個 實務上呢 實際上呢 在20年前發生的這個事情 發生過的事情 就 能明確的讓你知道說 如果沒有政府的話呢 會出現什麼 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叫做波斯尼亞 波斯尼亞 這個叫做波斯尼亞 這個在1992年的時候 這個事情呢 就會讓你知道說 政府在現代世界重要角色 跟他有那個重要性 這個事情呢 背景脈絡是什麼呢 我先跟大家講個波斯尼亞的訣 這個故事呢 是這樣子 這個故事是 那個 我那時候開始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是2012年的12月的時候 一樣跟你們那個經濟學課堂講這個故事 那時候為什麼會找這個例子呢 因為據說2012年的12月21號是世界末日 是世界末日 然後呢 就有人跟你講說 所以世界末日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應對 然後又怎麼處理 或者說 如果這個世界呢 都充滿了僵屍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 美國那個 那個 很像是 疾病管制局 有出一本僵屍指南 就是說如果世界都是僵屍 那種 zombie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例子 這個美國政府還蠻無聊的 他們的疾病管制局有出這個 當然 你去網路上是找到的 僵屍應對指 跟你講說 如果世界末日來了 你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這個故事 我就找到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這個樣子 他是一個在波士尼亞 collapses 這個應該叫什麼 波士尼亞大崩潰 生存 存活下來20年後 存活下來的人 在20年後 差不多十幾年 快20年後都講的一個故事 他講的故事 然後他又跟你說呢 怎麼樣去度過這種狀態 這種世界末日來臨的狀況 你要怎麼求生 你要準備什麼東西等等的 那他們這個狀態 我剛剛說要跟大家講的terminology 他們說呢 這個狀態就叫SHTF狀態 SHTF狀態 這是一個terminology 這個是他們這種人的一個數據 那什麼叫SHTF狀態你知道嗎 他是這幾個字的縮寫 這個叫做這樣子 SHTF狀態是這幾個字的縮寫 SHIT EAT THE FAB SHIT EAT THE FAB 所以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那個我在外國的這個寫下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SHTF狀態就是SHIT EAT THE FAB 大便砸到電風扇 大便砸到電風扇上面 所以情況會怎麼樣 就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啊 炸便砸到電風扇的狀態 SHTF狀態 這個故事是一個波士尼亞的那個 後來經過這個事情的人 那個倖存者跟我們講的故事 你在經過20年以後 快20年以後跟我們講的這個故事 那我先跟你講這個波士尼亞大崩潰 他的背景故事是什麼呢 他的背景故事叫做南斯拉夫內戰 他是南斯拉夫內戰來的 南斯拉夫呢 不曉得大家知道這個國家 在我們出生以前呢 就已經消亡了一個國家 南斯拉夫 巴爾幹半島上面的一個國家 然後呢 他大概在1990年代的時候就崩解了 那在巴爾幹半島上面的國家 然後巴爾幹半島 大家知道歐洲的火藥庫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發源地 那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個多民族的國家 這個國家在有很多民族 他以前是東歐的那個共產集團裡面 然後靠那個強人 靠一個強人叫迪托的 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呢 強行的把他們這個國家裡面的各民族 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然後靠強人的那個統治手腕 勉強維持這個國家 那後來變成共產陣營的一個部分 那1980年代末期的時候呢 蘇東坡 蘇聯東歐的民族化浪潮來襲 來襲 那包括那個強人也死掉了 死掉了以後呢 那當然南斯拉夫也開始進入民族化 開始進入民族化 那民族化過程之中呢 各民族就開始覺得說 我們以前本來就不是一個 我們就不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啊 是二戰以後呢 被長期化在一起的 而且在化在一起的過程中 大家就有很多不愉快 尤其南斯拉夫呢 主要是塞爾 塞爾維亞人主導的 然後斯爾比亞 塞爾維亞人 這個塞爾維亞人主導的國家 那底下有非常多的民族 非常多的民族 那塞爾維亞當然 其他的那個少數民族 對塞爾維亞人非常不滿 然後後來在1990那個最後就開始 南斯拉夫各地開始獨立 民族化以後 常人又死掉 所以各地開始獨立 他們現在那個 在亞德里亞海的東岸 有幾個旅遊勝地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去網路上找一找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這些地方玩 有些旅遊勝地 就是以前南斯拉夫 這些少數民族獨立出來的 然後變成一個小國家 那現在還過得不錯 好啦 全部人都獨立 塞爾維亞人就不爽了 那其中有一群人 叫波斯尼亞人 波斯尼亞人 波斯尼亞人 他們也要尋求獨立 所以有公投 公投過獨立了 公投獨立以後 這個塞爾維亞人 就不同意 就不同意 他不同的就開始打波斯尼亞 就開始打波斯尼亞 那以前南斯拉夫主要的民族是塞爾維亞人 那包括軍警的組成也是以塞爾維亞人為主 所以波斯尼亞人當然就輸了這個戰爭 那像那個倖存者他就講 他就說 那時候的狀況有點是我們vote for獨立 然後一覺醒來 哇 本來駐紮在城市外面是保衛我們的軍隊 馬上就打回來了 因為那個軍隊主要組成人士是塞爾維亞人 你vote for獨立馬上就變成敵國了 所以馬上就開戰了 突然警察軍隊就變得不是我們的人 然後就開始攻擊我們的城市 攻擊我們的城市 那結果是塞爾維亞人贏了戰爭 可是他贏了戰爭只贏在哪裡呢 只贏在鄉邊地區 沒有辦法進入城市 為什麼沒有辦法進入城市 一來報告說跟納豆的西歐政治有關係 就是說西歐等於說人家bote for獨立了 已經bote for獨立了 你不可以反悔這個結果 那可是西歐要介入內部又有一大堆的 又有一大堆的討論 有人說不該干涉他國內政 然後一大堆的衝突 那包括也要看俄羅斯的立場 當然也可能要看中國的立場 那一堆人就不願意介入 那你想說中國為什麼他要干涉這個東西 塞爾維亞人裡面bote for獨立 那相對來說中國人也會想說 他們的t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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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土耳其斯坦 然後還有台灣 大概有bote for獨立 那我就完不下去 當然就要反對這個事情 所以因為各國政治紛擾 所以人家也沒有辦法拍拼的部隊感動 可是西歐美國也講話 也對這個事情講話 所以說他們雖然贏了戰爭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進入城內 那當然也是因為軍隊實力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進入城內 那那個情況就像現在你去看到那個阿勒坡 那個敘里亞那個阿勒坡一樣就被圍城了 就被圍城了 所以他這個故事呢 就是塞爾維亞人贏了戰場 那在鄉間地區然後就開始圍城 在圍城之下所發生的事情 圍城之下所發生的事情 那整個圍城呢 這個倖存者跟我們講的這個故事呢 整個圍城大概圍了差不多將近一年 圍了將近一年 那他說這個過程基本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在圍城的一開始呢 他就說那個情況就有點像說 你們今天大家vote for 獨立 哥哥一覺醒來 突然外面的軍隊跟警察變成敵人 他就開始通達我們的城市 所以那個情況就是說政府突然就不見了 為什麼政府不見了 因為政府主要核心軍隊跟警察 軍隊跟警察都是塞爾維亞人 然後他突然就蛙來打我們的城市 政府就不見了 那政府就不見了以後呢 大家知道被圍城了 怎麼辦 你在裡面求生存 他說第一階段發生的事情就是 很多人去搶超市 剛開始第一階段發生的事情是很多人去搶超市 然後呢搶超市 然後呢存食物 你一定會做這個事情嘛 你一定會做這個事情 搶超市存食物 那他說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有人要試圖出來維持這個秩序 一開始的時候 還有人 當然你可以想像就像說 如果今天台灣突然嵌入這個狀況 那你們家人一定先去搶超市嘛 那搶超市的同時呢 譬如像說武嶺宿舍的 大家就會下來搶全家的人 搶全家的超市 搶萊爾夫、賴夫是不是倒了啦 還有那個什麼一堆福利社嘛 先去搶啊 然後個人能夠搶越多 你就也能夠生存嘛 對吧 然後可能就會有公益人士出來維持秩序嘛 譬如像學中會的人 譬如像科學代 就算說大家不要 我們應該要理性、要自治 我們要食物才能配置制度之類的 要keep住這個秩序 在他們那個情況就這個樣子 someone出來try to keep an order in the beginning try to... 試圖要維持秩序 一開始的時候 可是他說很不幸的 一兩個禮拜之後呢 這些人就被幹掉了 一兩個禮拜之後這些人就被幹掉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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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政府突然變成敵人 所以不見了 不見了以後呢 大家開在搶超市 搶超市的過程中呢 有人出來維持秩序 可是這些人呢 一兩個禮拜之後被幹掉了 被幹掉了後呢 接下來就進入第二個階段了 這個第二個階段是什麼呢 我剛剛說 前面有說到 政府已經不見了 然後出來維持秩序的人呢 也不見了 出來維持秩序的人也不見了 那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是這個樣子 城市被圍城了 所以城內的資源短缺 這個時候美國人出來了 美國人出來就是說 進行人道援助 所以雖然很多台灣的這些 這些左左 這些左膠 喜歡罵美國說美國地本主 美國地國主義 美帝美帝 可是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坦白說還是美國人出去 不用了 這些左左不會出去的 他們只會說 美國人不應該幹政大國內政 然後最後就是大家倒霉 他就說呢 那時候情況是這樣子 政府不見了 次序不見了 然後呢 美國就開始出來人道援助 可是美國怎麼人道援助呢 被圍城啊 地面部隊又不能進去啊 所以怎麼辦 空投物資 空投物資 美國開始空投物資 可是你可以去想像 這個空投物資 就是要什麼空投 你可能很平均的空投在城市的每個部分嗎 不可能 你一定是就某些點空投對不對 就某些點空投 所以如此一來 你就發生到什麼現象 你就會看到說 一開始經歷這個第一個階段 大家去搶超市存食物 第二個階段 美國空投物資 所以接下來 你看到情況 經過這兩個階段以後呢 你的狀況就是 每個人 都有一些物資 比如說美國可能空投物資到你家附近 你就去搶物資 拿回來 你有些物資 可是因為這個空投不是平均的空投 所以情況就變成說 你有某些物資 可是你一定也缺乏某些其他的物資 你去 該開始去搶超市存食物 你可能也只搶某些東西 因為你沒有這個經驗 你不知道要存什麼東西 所以你一定只搶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可是人要生存需要非常多東西 你可能不知道 結果就是呢 他說大多數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大多數的情況是 每個人呢 你有一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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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你沒有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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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觀念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呢 人在生存需要很多物資 你去搶的時候呢 你不見得知道說你所需要的所有東西 美國人來空投物資 空投在人家附近 也不可能平均的空投 所以情況就是 每個人都有些物資 可是呢物資不齊全 物資不齊全 好那我問大家 你覺得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需要準備哪些物資 你覺得哪些東西你是需要的 你就你現在來想像 你覺得哪些東西 會是你需要的 第一個大家想到的一定是食物對不對 食物你會需要 然後呢 第二個你會需要什麼 這種情況你一定會知道 軍火一定要有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說大多數的都有食物 都有軍火 那你覺得你還需要什麼東西 Energy 能源嘛 所以你要煮飯 能源 能源 能源所以你叫有生火的東西 生火 生火你可能覺得很簡單 可是呢可能也沒有那麼簡單 你可能要打火機 可是你打火機準備的夠不夠 你可能不夠對不對 然後呢 生火要有拿來燒的東西 那你可以燒哪些東西 你可能可以去後山砍財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後面沒有財 怎麼辦 你就照燒家具 那家具夠不夠燒 很有可能不夠燒 你儲備的能源可能不夠 所以接下來你就缺了能源 能源 那還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可能你會需要的 水 他說水沒關係 水因為會下 而且也會下雪 所以你可以去儲備 所以這個水跟水 你可能還沒有問題 還有什麼東西你覺得你會需要的 藥物 對 你講到一個重點 藥物 可是藥物 你要準備哪些藥物呢 藥物你可能會需要非常非常多藥 那你不可能齊備齊全 所以他就說那個時候 做功能是這個樣子 很多人 大多數的人都有食物 都有武器 可是很多東西呢 你可能會缺乏 比如像能源 這個你沒有想到 或者說你沒有想到說你存不夠 這個是第一個東西 那第二個呢 藥物 那他譬如像什麼呢 有些藥物裡面有齊全 藥物 藥物就很難很難齊全 就很難齊全 藥物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他說一個東西很重要 可是很少人去想到 這個東西叫做酒 酒 你可能會覺得為什麼叫酒 穆斯尼亞人 是不是大家都是酒鬼嗎 都需要酒 為什麼需要酒 他說酒的用途不是用來買醉的 在那種情況下酒的用途是幹嘛呢 消毒 對同學講到消毒用來消毒用的 在那種情況下你一定會受傷 那你受傷的時候 你不可能拿槍在你自己的地方消毒吧 打一槍就消毒沒有這回事 你要用酒精啊 你要用酒啊 你要用酒 所以像藥像酒 那能源泡泡像什麼 電池 電池你很有可能煮得不夠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他就說 所以大多數的人是什麼 大多數人是有食物 啊有槍 那食物呢 其實就算是儲備不夠 他就說 如果你家後面有三項 我們如果今天出現這個情況的話 我跟你說 可能一個禮拜兩個人 大概後來學生就會組成群手隊 然後去台山上面打野味嘛 對不對 獵猴子回來吃 獵猴子啊 獵狗來吃啊 就會變成這種情況 他就說 你在那個地方 後來就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你要去獵猴子 要獵狗 只要你有武器 你就可以看得到這個事情 獵猴子 獵狗 獵鳥 然後在中山 這些東西你都獵得到 這些東西你都獵得到 然後能源可能沒問題 去砍柴來燒 砍柴來燒 可是我們就不大確定 砍了柴 足足夠供應所有的人 足足夠供應所有的人 可是你會有一些東西 一定會缺乏 藥物你會缺乏 酒 你也會缺乏 藥物跟酒 所以怎麼辦 你有某些東西 可是另外一些東西是缺乏的 怎麼辦 你就必須要出去交易 他就說 所以你就必須去交易 第三階段 你就必須出去去交易 可是他這裡面就有說了啊 出去交易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 我在stop 這個階段 到這個階段 就像是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 那個荒野求生的那個狀況 我剛剛不是前面跟大家講 荒野求生的例子嗎 一百個人到荒島裡面 每個人都有一些東西 可是你沒有齊全 你要跟人家交易 那時候在波士尼亞的那個情況 就是類似這個情況 每個人都有一些東西 可是你終於沒有齊備 你要注意跟人家交易 那我要講的就是第三個階段 他就說交易非常非常難發生 第一個情況是說 比如像你今天需要的是酒精 或是需要的是醫療服務 有人家裡有人受傷了 需要醫療服務 那怎麼辦 你就要開始去找 你就要開始去找 透過各式各樣的 他說那時候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 裡面還是有人 組了一個電台出來 組了一個電台 那專門發布說這些消息 那發布什麼呢 誰誰誰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來交易 一些訊息 他說那時候還是有 偶爾會聽到這些東西 那你叫只去聽那個消息 聽到說 誰可能有某些東西 然後他可能現在缺某些東西 所以第一個是說 如果你現在你有 我當然講 你有酒 可是呢 你要缺人家的醫療服務 你就必須要找這個訊息 他說這個訊息一般來說是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找到 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就說 好 如果你聽到這個人 有這個人 那你要去跟他交易 他說交易沒有那麼簡單 交易沒有那麼簡單 通常第一個是 你不會在白天進行 白天如果你要去交易 那個人可能住在很遠的地方 你要過去 白天出去 一出去 就會被人家搶劫 你很有可能一出去 就會被人家搶劫 所以你不會白天出去 他說 你要做交易呢 你要晚上才去 晚上出去 晚上出去 怎麼出去呢 帶兩三個 家人 然後大家都準備 都帶武器 可能是護槍 大的護槍 APS7之類的 然後呢 拖拖摸摸的流出 你不會正大公平 你也不會一群人出去 你一群人出去 你覺得你們很像 身世浩大 可是總是會有 比你身世更浩大 而且你就會被埋伏 然後被埋伏 就會被搶那麼多人 一大堆槍人家 就會把你幹掉 埋伏 把你殺人 然後槍你的槍啊 對吧 所以他說都是 拖拖摸摸出去 然後到那個地方呢 大家再開始來談交易 大家來談交易 那交易的過程中呢 也非常的驚險 他說很多情況上是怎麼樣 你要確保對方的東西 平常我們去全家買東西 去餐廳吃飯 對你來說非常簡單 你就是付錢拿東西出來 等在他們那時候 他說沒有那麼簡單 譬如像說 你要換醫療服務 你要確定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醫師 真的是護士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到這個事情 對不對 如果你要換電池 你就要確定說 這個人的電池是有電的 你要換酒精 你就要確定他的那個酒精是有的 是OK啦 是正確的酒精 可以拿來消毒用的 不是假醇 不是這些東西啊 你要跟他確定 所以他也要確定你的東西是真的 他也要確定你的東西是真的 然後呢 當然最重要是說 你們都要堂止對方強承 所以他就說 在那個時候呢 雖然有那個電台 偶爾會傳播這些訊息 可是交易很少發生 第二個是說 即便是說那時候呢 在那個城市裡面呢 有些地方是大家平常做交易的地方 習慣會做交易的 可是他說那個地方通常都晚上才開 而且那個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險 很少人會真的過去 很少人會真的過去 所以他就說 在那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看那個故事 我裡面有網址 等一下會寫給大家 他就說呢 因為這個情況呢 交易呢 非常少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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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果是什麼事情 結果是第四個階段啊 很多人 雖然你覺得你擁有武器 你自己擁有食物 可是很多 你沒有齊備所有的東西 所以他就說呢 許多人呢 沒有辦法撐過那一年 許多人沒有辦法存活 因為你沒有辦法換到你需要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換到你需要的東西 他說很多時候呢 出問題的不是說你食物不夠 飲水不夠 而是說 比如像說 你今天要喝了水 那這個水呢 有問題 結果你落散 你落散 那你落散怎麼辦 在我們現在落散非常簡單 你回家吃一個黃蓮就解決了 或者去看醫生就解決了 可是在那個時候呢 你落散怎麼辦 你就會逃避 你就沒有辦法存活 接下來是那個地方是 那個地方呢 是比較寒冷的地方 波士尼亞比台灣的緩度高 所以會下雪 冬天來就很多的生病 生病感冒 然後呢 對我們現在非常好解決 可是在那個時候 你沒有辦法拿到足夠的藥 沒有醫療服務 結果呢 他就說很多人沒有辦法度過這個狀況 很多人沒有辦法存活 很多人沒有辦法存活 死亡率大概是 可能四成到五成吧 我沒有看數據 他就說死了非常多個人 這些人不是被殺掉的 不是被殺掉也不是被餓死的 都是很多是因為疾病的關係 那為什麼是疾病會找那種 因為你找不到足夠的資源來救助你 來治病啊 你沒有酒 你也沒有藥 你也沒有醫療服務 沒有這些東西 那直到最後呢 美軍來了 一年以後呢 美軍地面部隊來了 然後呢 圍城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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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還被解救 那他故事裡面有說 就是說 雖然很多左派的人 說這些美帝是惡魔什麼的 美國帝國 他就說美帝 那個時候他覺得 美軍就是天使啊 你還把這個整個城市解圍 整個城市解圍啊 那這個故事呢 我在那個講綱上面呢 有留這個網址 大家有空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在PTT上面 戰時版上面的 戰時版這個有趣的版 你可以去看一下 PTT戰時版上面有這個網址 我在講綱上面有 尤其你有空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至少你可以知道說 碰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世界末日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存活啦 他就講了這個事情 然後他後面有提出幾點的建議 他就說如果碰到世界末日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去應對呢 第一個他就說如果下次再來的時候 他不會只準備食物跟槍 他說這個東西 食物容易找 槍幾乎每人都有 他說你要準備什麼 你要準備電池 還有酒 還有電池跟酒 他說在那個時候呢 電池是非常好的交易標的 因為大家都需要能源 他電池又好攜帶 然後也容易檢測 美金跟黃金在那個時候 已經完全沒有效果 沒有人會用美金跟黃金 來說就要用電池 然後另外就是酒 那個時候他為什麼會存活 因為他們家旁邊是酒茶 然後一開始打仗的時候 那個酒酒被炸掉 被炸掉他就去搶一堆酒出來 然後他就變成有錢人 在那個情況下他就變成有 他就有一堆酒 所以他後來就用酒去跟人家換東西 然後也可以拿來做消毒 可是即便如此 在整個過程中 他們家族的還是死了兩三個 還是死了兩三個 然後他就說 比如像垃圾袋很好用啊 衛生紙很好用啊 衛生紙你要除 為什麼衛生紙要除 拿一嘴 一樣是拿來做消毒用的 一樣是拿來做消毒用的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很有意思啦 那從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經濟學家要看到 經濟學家要看這個事情 我剛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看到交易很少發生對不對 很少發生以後呢 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出國 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出國 就像我剛前面跟大家講的那個故事 你放一百分去荒島 每個人都有一些物資 可是他沒有齊全 你要出去交易 那怎麼辦 交易沒有辦法發生啊 沒有辦法發生結果呢 一般的沒有辦法出國 在那個波士尼亞的這個存在裡面 就出現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 是為什麼交易沒有辦法發生 因為政府不見 因為政府不見 所以整個這個故事呢 其實我們看到了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事情 這個東西是 We cannot live 我們沒有辦法存活 survival without market 第二個是 market cannot exist without a government 如果政府不存在 你就會看 你會看到波斯尼亞崩潰的這個情形 交易就不會存在 那如果市場不存在的話呢 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存活 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存活 現在很多人會去批評那個市場 會批評說很多東西不應該商業化 那我會跟你說 確實啦 市場交易就像我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有講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那個廣泛的交易分工呢 廣泛的交易大家都專業分工 他確實帶來一些問題 那可是也帶來一些benefit 那因為有些問題呢 很多人就開始左派就開始在批評這個東西 說所以我們應該有些東西是不應該商業化的 有些東西不應該商品化 市場交易不應該存在 我要跟你說的是 雖然市場或商品交易會帶來這些問題 可是我們已經回不過 沒有辦法回去傳統的那個年代 沒有辦法回去傳統這個年代 所以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有跟大家說 在現代世界裡面 我們其實都依賴市場在出貨 如果沒有市場存在的話 你不可能看到大規模的農業生產 大規模的工業生產 大規模的農業生產 跟大規模的工業生產 只要不存在 結果就是說呢 你如果純粹用過去的小農自給自足的那個情況 整個地球的資源是沒有辦法養活所有的人 所以大多數人就會沒有辦法存貨 所以我們現在活在一個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不依靠市場合國的年代 我們現在是處在這樣的世界 從南斯拉夫的這個內戰裡面 其實你就看到這個事情 一旦政府不存在 市場不存在 市場不存在 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去做 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去做 所以這個故事呢 給我們一些很深刻的 很深刻的那個 lesson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 至少你知道 如果對岸打來的時候 那個高頭被圍城了 你要怎麼生存 我們後面有柴山 可是你知道你不能夠只靠槍 不能只靠自製的弓箭 你可能還要照 你要打水變乾淨 然後你要準備酒精電池 這些東西 你才可以有辦法存活下去 你可以看看很有意思 這一篇 好啊 那我們接下來來談說 所以我這個例子裡面講說 Market cannot exist without the government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為什麼政府他有辦法 他有這個能力呢 來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幫你做這個工作 幫你做這個工作 或是說我說呢 用專業的諸語來說 幫你降低這個 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de 我說為什麼會有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de 因為你注意教你要帶火炮 對不對 你要帶軍火 帶bodyguard 然後政府呢 幫你準備好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所以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政府有辦法來幫你做這個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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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政府可以幫你做這個事情 降低你的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 我們講交易金 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主要指的是這一塊 政府可以幫你做這一塊 為什麼政府可以幫你做這一塊 你要回去看政府的本質是什麼 政府的本質是什麼 政府的本質是什麼呢 我剛剛也講了 政府可以幫你準備軍火跟bodyguard 表示政府的本質是暴力組織 因為他是暴力組織 他可以幫你prepare for 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你不要說現在你們從過去的教科書裡面 國中高中的教書裡面講 政府是大有為的政府 看起來非常良善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良善 可是政府的本質從來都沒有變 他的本質是什麼呢 他就是暴力組織 那暴力組織呢 所以他跟黑道其實從頭到尾是沒有差別的 他跟黑道其實本質上是同件事情 政府的本質是暴力組織 因為政府的本質是暴力組織 所以他還可以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他跟黑道其實是本質上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我們怎麼來說呢 我們來講舉兩句很有名的話 大家就知道這兩個人呢 非常深刻看到他們組織的本質是什麼 看到他們本質的組織是什麼 第一句話是這個東西 好 中文字幕——YK 第一句话是这个 这两个人都看到他们组织的本质 然后就提到他们组织本质就是这两个东西 第一句话是这个意思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ier of God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ier of God 第二句话是说 You can get more with a kind word You can get more with a kind word and a God than just with a kind word 第一句话大家知道他的中文翻译是什么?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ier of God 第一句话你知道他翻译是什么? 第一句话中文翻译就叫做 槍杆的出政权 槍杆的出政权 所以这个是毛泽东讲的 第二句话是说 You can get more with a kind word than with just a kind word 这句话说什么? 他就说如果你去外面跟人家勒索的时候呢 你可以透过友善的言辞跟人家勒索 可是呢如果你另外再带把枪呢 你会要的更多 你会要的更多 这句话是谁讲的? 这句话据说啦 不知道是不是他啦 可是有个剧作家说是他讲的 这个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中业的时候 有个美国剧作家是说是这个人讲的 这个人是谁呢? 艾尔卡碰 艾尔卡碰呢 是美国历史以来最有名的黑道 黑手党的大佬 黑道头子 黑帮的头子 芝加哥黑帮的头子 他是靠什么? 他是靠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艾尔卡碰这个人 艾尔卡碰他是靠麦斯酒起来的 麦斯酒起来 就是美国曾经有段时间禁酒 对吧 禁酒我有跟大家说过禁酒 那禁酒结果是呢 很多酒就从加拿大走私进来 那芝加哥呢 刚好在虎大湖的南側是最重要的港口 所以很多人就禁酒 从那个加拿大进到芝加哥来卖 那这个艾尔卡碰呢 就是靠禁酒的黑帮出来 他就讲这个事情 他就说如果你要去跟人家勒索东西 你可以透过友善的言辞跟人家说 我是艾尔卡碰 拜托你就有东西 可是如果你呆把枪呢 你可以要的更多 所以他就说我们的本质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 黑道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暴力组织吗 可是另外一个同样也看到这个事情 毛泽东 这个是白道的头子 白道的头子 他就说我们的本质是什么 一样是抢本质 所以黑道跟白道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暴力组织 所以我在这边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其实跟黑道没有差多少 他其实跟黑道没有差多少 他就是暴力组织啊 因为他是专业的暴力组织 政府跟黑道差在哪里 就是说他更擅长使用暴力 所以他不会像黑道一样蠢蠢的 就拿一把枪出来 政府要拿枪跟你收税的时候 他后面有学者 有后面有跟你说 觉得说你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叫做公共财 你不把钱交出来的话呢 公共财没有办法提供 所以事情没有办法做得好 政府出去跟人家抢钱的时候 后面是有学者的啊 后面有学者可能有教室 有这些人跟你说 所以乖乖乖把钱交出来 黑道没有这么能力啊 当然黑道如果他找到学者 他就会升级成军阀 军阀之后会变成政府 这一样就跟你在打 那个世纪帝国一样 一开始都是部落嘛 部落变军阀 然后随着技术的演进 最后就变成国家 变成国家嘛 那所以黑道呢 慢慢成长他就变成国家 那国家的政府呢 他如果比较弱的话 没有后面有没有学者的话 他就是军阀而已 那当然如果土地盖更弱一点 他就等于普通的黑道 普通的黑道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样的 政府跟黑道是一样的 暴力组织 那他们做什么生意呢 政府做的生意就是这一种生意 他呢 透过什么 帮你降低交易成本 他提供这些服务啊 那当然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什么 他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这个服务叫什么 治安 或是司法体系 国法这些东西 政府呢 提供治安 提供这个治安 国防 国防 然后什么 换什么 换税收啊 换税收 那黑道呢 我跟你说黑道一样会提供资安服务 黑道一样会提供资安服务 比如像说在夜市 夜市的话黑道做什么事情 夜市就跟人家贪犯收钱嘛 是不是 啊贪犯为什么要交钱给黑道 除了黑道拿他枪来跟他要 他不能给外 另外的情况是什么 另外的情况是说如果今天有人吃霸王餐了 他贪犯有些时候会叫黑道来注意 不要讲夜市 你讲那个 你讲那个特种行业嘛 特种行业都有黑道为事啊 那黑道为事在干嘛 那有人来白嫖肉就是断他手筋嘛 所以有人白嫖肉就断他手筋啊 所以黑道就干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黑道会白白帮你断他 帮人家断 帮你断人家手筋 因为他收保护费嘛 所以说跟保护费 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 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政府提供资安服务 黑道也提供资安服务 那不过政府提供资安服务呢 程度做的比较好 但如果他做不好的时候 就会有黑道出来保济安 然后黑道呢 收的东西呢 叫做保护费 政府做的东西呢 叫做税收 政府做的东西叫做税收 所以大概都是这个 大概都是类似的东西嘛 那提供资安服务呢 提供资安服务呢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政府帮你prepare for军火 prepare for party guard 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在外面交易 人家抢你人家偷你人家骗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政府出来 幫你处理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或者说我们说更专业的术语 叫做什么 建立财产权体系 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 讲财产权体系的时候 我们说建立财产权体系 有几个层次的东西 第一个层次是说 要有一系列行为规范 更加说什么 不偷不抢 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 他的财产还是他的财产 大家不能抢 交易的时候呢 不能去诈骗 不能抢劫 不能够偷却 对不对 产权体系第一条是这个 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条是说 政府呢 要有效的执行这个体系 你要有一些暴力 要有枪杆子在后面 对不对 你要有暴力组织啊 你要有枪杆子 要有司法体系 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讲的 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政府提供这些服务 就是做这个事情 然后当然政府 我们上一代讲说 还有第三个层次 政府提供这个服务之后 他后面还有学者 学者干嘛 学者跟你说 所以人应该不偷不抢 你偷抢的话 你可能会下地狱 后面有学者 有教室在讲这个东西 这样他就不用派大量的警察在街上 黑道可能没有 黑道可能没有 所以他就派大堆小弟 拿枪在四处巡来巡去 政府不需要干这个事情 他使用暴力的手段更加的细致 所以我们就说什么 政府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 提供治安 提供一个什么呢 财产权体系 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交易分工 促进广泛交易分工 那这个东西呢 财产权体系 或是建立这个 提供这个交易制度 这个东西呢 是公共财 这种东西是公共财 我们上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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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讲过 这个叫公共财 对不对 所以是因为是公共财 所以他有情况是什么 只要建立起来了 只要建立起来了 全部的都会受益 对不对 全部的都会受益 那另外是说呢 交易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呢 很多人呢 在里面他会 他可以当服务来等 所以要有个政府在那边拿枪 跟你说我现在要建立交易制度了 大家交钱来吧 交钱来我就提供保护 如果你们交易有纠纷的时候 我就帮你排解纠纷 帮你处理 这有什么叫做公共财 公共财 所以公共财要依靠政府来处理 那政府后面又有学者背书说 这个东西重要的 所以政府要叫我交税的时候 你就会乖乖提供保护费给他 政府就做这个生意 政府就做这个生意 这种东西呢是公共财 这种东西是公共财 所以政府呢 他就做这个生意 政府就做这个生意 那他做这个生意呢 有几种 有一些特性 有一些特性 这个特性是这个样子 政府在提供这个生意的时候呢 他是独占组织 他是独占组织 就是独占厂商 做这个生意 提供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是独占厂商 那为什么我说政府是独占厂商呢 你看看对岸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主权完整不可分割 在我辖下主权完整不可分割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我辖下这个领土呢 就只有我能够做这个生意 谁来跟我抢这个生意呢 哪些人会可能跟政府抢这个生意 比如像黑道跟你抢这个生意嘛 对不对 如果你政府做不好 黑道就会帮你来导近安民 那政府呢 当然就要取缔黑道 所以他们很讨厌竞争者 对不对 monopoly 独占厂商也很讨厌竞争者 所以这是第一个 他讨厌黑道 第二个呢 黑道可能会升级变成军阀 军阀可能会升级成地方政府 对不对 军阀升级为地方政府以后呢 那政府当然就更讨厌 因为政府一向都很讨厌竞争者 就像独占厂商一样 所以他为了要压制地方政府 他就说主权完整不可分割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狭下之外领地呢 如果有地方政府出来要跟我抢生意呢 对不起 你们是分裂分子 我要把你干倒 我要把你干倒 所以你看看 这个政府是独占厂商 那这个性质上是类似的 独占厂商都讨厌竞争 对不对 独占厂商又讨厌竞争啊 所以他的竞争者是什么呢 像黑道 像叛乱分子 像分裂势力 所以那个政府一向会讲 我主权完整不可分割 因为我们是独占厂商 在我的领土就只有我一间能够提供生意 谁要来跟我抢生意 要嘛是黑道我取缔 你要嘛也是分裂势力 我要打击你 独占厂商 那独占厂商在提供这个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说过独占厂商会做差别取价 对不对 独占厂商会做差别取价 差别取价怎么做 差别取价 来我们来看一下差别取价 差别取价 差别取价呢 我们说差别取价呢 怎么做差别取价 就是说 比如像你的顾客里面 你分好几群人 对不对 分好几群人 不同的人所取的价格不一样 对不对 那哪些人所取的价格高 哪些人所取的价格低 看什么东西 我们说Lamina Index 大家考试都有考过 Lamina Index是什么东西呢 p-mc over p 那这个东西等于呢 負的e除以h of d 对不对 差别取价 我们说 对不同的人取 取不同的价格 那他对不同的人取不同价格 你就会有个问题 谁取的价格高 谁取的价格低 怎么看 看他的需求弹性 对不对 看他的需求弹性 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顾客呢 他的需求弹性是很 需求弹性的值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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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不肯跟他 索取比较高的价格 对不对 如果这个顾客呢 他的需求弹性的值是很小 你就可以尽量跟他要高价 对不对 那需求弹性的值很大 是什么意思 我一涨价 顾客就会跑掉 一涨价顾客就会跑掉 对这个叫做需求弹性的值很大 对不对 需求弹性的值很大 所以e除以h of d 就会是个比较小型的 那Dine Index就会小 对不对 需求弹性的值很小 是什么意思 你涨价的话 顾客跑不掉 对不对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跟你 任意索取高价 所以我们看政府 怎么跟人家收税的 政府怎么跟人家收税的 第一个你去看有钱人 有钱人的税率是高 还是低在台湾 你可能觉得是高 可是实际上是低 有钱人在台湾的有效税率是低的 为什么 你去看嘛 你去看那个前十大厂商的税收 前阵子有人在公布 台湾前十大厂商 他们的有效税率 那个都很低很低啊 对不对 那个都很低很低啊 有钱人其实是受不到税的 那谁比较跑不掉 寿星阶级 寿星阶级 一般的 一般的零薪水的人 即便你薪水说 你年薪三四百万 你跑不掉 所以政府就可以跟你扣税 可是你年薪三四百万 跟那些有钱人 真正有钱比起来 你的收入还是算偏低啊 你收入还是偏低嘛 那这个怎么解释 不就是差别取价吗 这个就是差别取价嘛 政府会做差别取价 对有钱人 他没有办法收太多的税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要收他的税 他就会说 我厂商要外移 所以这个叫做 他的HOD的值比较偏高 对不对 大家都应该很奇怪的听过这个东西 政府只要跟有钱人磕税 有厂商就会说 所以我要外移 你越有能力外移呢 政府越没有办法跟你磕到比较多的税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是差别取价 所以收的税就会低 保物费就会收比较低一点 便宜的价格 那对于壽星价格 对于壽星人士呢 你跑不掉啊 他跑不掉结果是什么 我就会跟你磕高的税 我就会跟你磕高的税 所以你看看 政府像不像独占厂商 他就非常像独占厂商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政府很像独占厂商 他提供什么 服务 提供这些公共财 治安 国防 治安 国防 或者说我说的这个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 帮你准备军火准备掃标 让你在交易的时候呢 不会被偷被搶被骗 如果有人被偷被搶被骗 他就说我可以来帮你排点作分 他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跟你收取税收 他为什么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 关键在来说 他的本质是暴力组织 政府跟黑道差别 只是政府比较擅长使用暴力 因为他在使用暴力的时候 后面会有学者跟教师跟着出来 对不对 学者跟教师出来 所以可以justify他使用暴力 他为什么可以使用暴力 为什么这些东西需要 为什么要跟你收钱 因为他说我们提供公共财 对吧 这是学者做的角色 所以政府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OK啦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 这个呢 回到最原先的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回来最原先的这个讨论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先休息10分钟 休息10分钟 政府呢 他为什么可以帮你降低交易成本 帮你准备军火 准备bodyguard 降低你的policy and enforcement cost 因为他的本质是暴力组织 所以他提供这样的服务 建立起交易制度 建立交易制度 那这个东西是公共财的一种 我说这是公共财一种 所以要政府来做 政府他是暴力组织 然后这个东西刚好又是公共财 所以他有这个本钱做这个事情 他有本钱做这个事情 那因为他降低交易成本呢 当交易成本降到足够低的程度的时候呢 广泛的交易状况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回到最原先 因为我问大家这个问题 为什么18世纪以前的内社会不会自动进行广泛的交易分工 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不会做 因为交易不见得会自动发生 交易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交易成本 那谁能够帮你降低交易成本 这个关键就是政府 所以为什么18世纪以前的内社会不会自动进入自由市场经济呢 关键在政府 那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什么呢 我要说的就是说 政府呢 不见得 总是会做正确的事情 跟你们过去在国高中学到的 政府就大有为了 政府总是替大多数人民早讲 我跟你说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 我们再三再强调一次 政府呢 一样是由人组成的 经济学假设说人是理性自立的 所以政府呢 如果正在他自己的立场理性自立的话呢 他不见得总是会提供最好的服务 然后让这个服务呢 降低交易成本 帮你提供军火 帮你提供bodyguard 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广泛的交易分工 所以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18世纪以前人类不会自动进入广泛的交易分工呢 因为政府没有做这个事情 政府没有做这个事情 那政府开始做这个事情是18世纪以后 19世纪20世纪尤其到现在 政府开始做这个事情后呢 才会进入现代社会 才会进入现代社会 那所以我们就回来看 回来看说 为什么政府不见得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要说的 他要看的是什么呢 促进贸易 是不是会对他带来好处 政府一样是理性自立的个人 对吧 所以他一样要检查这个事情 我促进贸易 会不会真的带给我好处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来看到 中国的历朝历代 你看中国的历朝历代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这个事情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 政府呢 并不见得总是会站在促进贸易的立场 总是帮你准备 这个bodyguard 你从中国历朝历代来看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可以来简单来这样来想 来想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中国政府在1860年的中国政府 我讲中国这个字其实是不精确的 不过可以帮助大家理解 因为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中国这个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的只有说中原这块土地 那以前的概念是天下 以前的概念是天下 那所以我们就讲的是 华夏中原这块土地上的各式各样的政府 你来想想看1860年以前的中国政府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皇权政府也好 或是各军阀贵族政府也好 他们怎么来看待贸易这个事情 就可以理解到我刚刚讲的 政府不见得总是会帮你做好的服务 帮你上去交易成本 你要看到说如果对他们来说 promote trade会带来好处 他们就会promote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们就不会promote 那promote trade呢 他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什么 税收会上升 可是相对来说 promote贸易呢 他一定要会带来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叫做什么 你会看到大商人的兴起 大商人的兴起 大商人的兴起呢 对政府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对以前的皇权政府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怎么来说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看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来理解 这个例子叫做海境政策 海境 明清时代的海境政策 海境政策呢 本质上是什么呢 明清时代的海境政策本质上就是 禁止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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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说片甲不得入海 我记得有个故事这个样子 海境政策明朝开始实施 明朝初年开始实施 明朝初年的时候呢 有个故事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的背景是这样 东南沿海 中国 华夏之外土地的东南沿海呢 从旁代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所谓的海上思路 海上思路的起源呢 从南京 南京开始 那当然可能有人说是浙江 浙江 林安开始 从唐朝开始起 开始开始慢慢出来 在宋朝的时候 大大的发扬 从林安开始 浙江福建 福州 泉州 张州 到广东 朝州一带 有大量的人在做这个海上贸易 有个故事是这个样子 明朝初年朱元璋打下中国 把蒙古人赶回末辈以后呢 当初在东南沿海有个友调人 就去找朱元璋 他去找朱元璋 是为什么呢 他要宣誓效忠 他跟朱元璋说 恭喜你打下中国的大帝 变成新的皇帝 那他宣誓效忠 他就带了一大堆钱 他说呢 恭喜你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以后我们商人呢 会效忠你 然后会表示我的成因 他就带一大堆钱给朱元璋 那你觉得 那你猜朱元璋怎么做这个博弈 当他看到这个大商人 带一堆钱给他的时候 一般人 现代人的理解是说 OK 你来说我宣誓效忠 你全给我 那我就收下你的钱 那我就说我保护你 朱元璋璋的时候做法不是 他看到这家伙来找他 然后知道这家伙很有钱 他的结果是把这个人杀了 把他所有财产全部充功 为什么 因为朱元璋看到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 他看到你很有钱 那第一个当然是将把你杀了 把你的钱抢过来 可是他第二个看到的是 你是大商人 如果我今天不杀你的话呢 以后你会对我的帝国统大造成威胁 海境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呢 骗甲不得入海 我要禁止国际贸易 为什么我要禁止国际贸易 朱元璋看到这个事情是说 我国际贸易以后呢 我税收会上升 可是相对来说也会有大商人 也会有大商人 我刚刚最前面跟大家讲过 以前做国际贸易是怎么做的 你是船出去 对不对 那时候没有 像现在有很清楚 你跟西班牙人做生意 如果有就跟大家上法庭舰 可以来处理的 以前怎么处理 我就大炮把你的船封案啊 所以以前的海商是等于海盗 船出去是要带一堆军舰的 要带船出去都是带火炮的啊 都是军舰出去啊 所以朱元璋怎么看这些海商 就是觉得说你们这是海盗啊 这是大商人啊 所以是你们这海盗 如果我今天保护你的话呢 那以后你可能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做海上贸易呢 你会赚大量的钱 赚大量的钱以后呢 他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问题 比如像说物价藤贵 做生意赚到钱的人 他就会买东西 物价藤贵 那你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的人呢 你就会受害 你就会受害 就像物价藤贵 买土地 那小农怎么办 明朝是以小农为立国的国家 所以这个样子呢 对他的帝国统治也就会有威胁 所以明朝他要做海境政策 禁止国际贸易 而且他要把这些海商呢 说成是倭寇 说成是倭寇 有一些很有名的倭寇 我们来讲讲 有一些很有名的倭寇 海境政策本质就是禁止国际贸易 那他们禁止国际贸易呢 还说这些人是倭寇 那可是这些倭寇呢 有名的倭寇是谁呢 比如像有个很有名的倭寇 这个人呢 这个很有名的倭寇就是许洞 那你就会想了 奇怪倭寇不是打来骂日本人的呢 为什么有名的倭寇叫做许洞 我跟你说 倭寇的本质呢 那时候你在历史课本读到 倭寇就是日本人出来东南野海打家劫胜 可是我跟你说 你会看到倭寇是因为这些海商都是跨国企业 公企宅跨国企业 他们像这些许洞的这些海商集团呢 他里面当然主体是东南野海 在以前做海上施物贸易的人 那海上施物做贸易 我说出去要带军火要带军队啊 那军队的来源从哪里找 从日本让人找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日本让人 所以说他们是倭寇 其实是你只看到说他们 其实是彰显了他们跨国企业的本质 他有一大堆日本武士啊 然后相对船上还有葡萄牙人 还有其他各国人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先进的 这个是跨国企业 那跨国公司啊 那这个许洞呢 这个许洞呢 他做生意状况怎么大呢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我们在玩信藏之夜旺 你带我胜回信藏之夜旺 能不能听过信藏之夜旺 现在出到第一代了 信藏之夜旺现在出到第一代了 你用地线上吧 我会不会送我们 天强记带我胜回 天强记 或是那个泰格力自转 泰格力自转可能20年 10、20年前的游戏 带我胜回 带我胜回 信藏之夜旺 ok 好啊 如果你有玩信藏之夜旺 的话呢 你应该会知道一件事情 信藏之夜旺 里面铁炮最强的是谁 薩摩帆嘛 对不对 一开始薩摩帆 那个 那个岛金家的 那岛金家呢 这个火炮最强里面有一个 叫做种子倒石窑的人 对不对 日本记载 日本人记载呢 铁炮呢 1543年的时候呢 经由种子倒石窑 经由南蛮人 然后交种子倒石窑 会火枪 然后后来传入日本 那日本的记载呢 这个是南蛮人 可是他们还有记载 这个南蛮人呢 叫做武蜂船长 这武蜂船长是谁的手下呢 其实就是许栋的手下 所以是谁把火枪传入日本 其实是大海盗 那个大海 海盗兼海上的这个许栋 许栋呢 他的手下武蜂船长呢 跑去种子倒这个地方 把火枪传到日本去 所以那时候他们的火枪 主要其实是透过这个 海上在做生意的 所以就知道他们生意做了多大 那这个许栋呢 他的基地呢 叫做双羽 他的基地叫做双羽 双羽这个地方呢 在现在的那个什么 周山群岛一带 许栋后来被明朝政府剿灭 他被许栋政府剿灭 那剿灭以后呢 他们明朝政府就去 就攻入双羽这个地方 那攻入双羽这个地方 那攻入双羽这个地方以后呢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 攻入双羽以后呢 发现接下来的一个月 来往的船只呢 超过将近1500艘 大概有1800多艘的船 来拜訪这个港口 从世界各地来的 那这些世界各地的人 已经不知道双羽这个港 已经犯成名朝政了 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港还是许栋在造的 所以他们还是继续来做生意 一个月呢 从西方各地来的船 超过1500艘 虽然就知道 那个许栋生意做了多大 整个双羽港 那时候其实就是国际都市 他就是国际都市啊 来了1800多艘 那后来明朝政府觉得受不了 就把双羽港整个给烧掉 然后把港整个都破坏掉 双羽港在那时候的记载 常住人口大概有3000多人 对我们现在来看可能是个小城市啦 可是在中 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呢 就是欧洲的一个中型的城市 3000多人 然后我跟你说 3000多人里面有多少住外国人 大概1200人是土豪亚人 所以这个城市就差不多 你去想像那个年代的 那个年代的香港 或是那个年代的上海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复数的中型城市 那在这个城市里面呢 有一些中国的城市 所想像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有教堂 有医院 还有法院 还有交易水 还有交易水 那当然还有打造铁炮的工厂 打造铁炮工厂 那这样的一个城市呢 后来明朝政府工地以后 就把他整个都烧掉 就把他整个都烧掉 许栋 那为什么呢 因为明朝政府不喜欢许栋这个人 那后来许栋也被抓了 被杀掉了 许栋的继位者呢 后来继位者是一个叫做汪子的人 汪子 汪子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记载他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至少是汪子还是王子 可是在西方的历史有记载这个人 然后在日本呢 听说也有他的雕像 他也是做生意做的很大一个人 那一样啊 这些人他们做生意呢 就是做海上师傅的生意 从我刚刚讲的 从那个 从林安出发 林安福州 张州 泉州 这一带 广东的朝中 这一带很多人在做这个生意 然后来往的范围呢 比如像远到日本 南到东南亚一带 那可能厉害点 他可能就往印度洋上跑 往印度洋上跑 汪子呢 也是生意做的很大 那他曾经一度呢 希望游说政府说 开放这个 开放这个 海上贸易 开放海经政策 他也帮政府呢 去剿灭政府所觉得是不好的商人 或是说不好的海盗 所以这些人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东方版的神鬼旗航 海盗兼海上啊 做你海啊 结果后来呢 也是被诱服啊 因为他希望 劝说政府做这个事情 而政府也答应说 欸OK 我同意你的情愿 然后可能请你来南京协商 结果呢 来南京协商 然后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把他杀掉 把他杀掉 那他们杀掉 把他们干掉 所有理由都是什么呢 不是说因为他们做Walk call 这个事情 不是说他们抢你 真正把他们杀死的理由都是叛国 所以从这个罪名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政府怎么去看待海商跟海盗 怎么去看待这批人 不是因为他们打家结社 不是说他们是Walk call 重点是因为他们是叛国 因为他对帝国是 帝国的统治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那汪直之后呢 他有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 理解一下 这个人叫做李旦 这个叫做李旦 李旦呢 他有个外号叫做甲臂丹 甲臂丹 你拿什么叫甲臂丹 西方人都叫他甲臂丹 你知道什么叫甲臂丹 你用他语念 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了 甲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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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先生意做得很大 然后后来呢 郑之龙就跟他一起做生意 那后来 甲臂丹 李旦死掉以后呢 郑之龙就接手他的伞 那为什么郑之龙刚开始 会偷偷 那个李旦会用郑之龙呢 因为听说郑之龙是六种语言的专家 他是六种语言的专家 所以大家在气管器知道吗 这个语言很重要 我们毕业到门槛的 这个语言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 郑之龙早年做生意也是靠语言 他很像二十岁以前听说就会六种语言 所以李旦就用提提 那个甲臂丹就用他 甲臂丹就用他 后来甲臂丹死了 然后郑之龙就接他的伞出 就接他的伞出 所以在这里面我要说什么事情呢 海境政策其实可以具体而为 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传统中国王权政府是怎么去看待贸易这件事情 尤其是国际贸易这个东西 在明清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所以像这些大商人 在历史上都没有记载的 或者说他记载的话 就把他说成是倭寇 十二五色的人物 可是你去看看日本的历史怎么去讲 西方的历史怎么会讲 西方有谈到郑之龙 这个现在大家也知道郑之龙 这个是海贼王 东亚一带的海贼王 然后李旦是甲帝丹 这个西方的史诸友记载 汪子在日本有同向 然后许洞是把铁炮引入日本 这个人家日本历史都有记载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物 可能中方的王权政府怎么去看待他 市农工商商是最后一阶级 为什么要把你压到最底下去 因为你对我有同志是个威胁 那可是什么时候 那个什么帝国 中国的这个王权政府 因为开始保护国际贸易 我刚刚说国际贸易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会带来税收 另外一个是他会让大商人吸引 大商人是对我威胁 可是税收带我这来好处 所以你只要看到当政府需要钱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他就会奖励贸易 什么时候他会奖励贸易 比如像你去看 比如像你去看宋代的时候 宋代的时候 宋代的时候呢 尤其是南宋时代 尤其是南宋时代 中方的皇权政府相对来说 他们就会保护贸易 那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钱 那为什么需要钱 因为他要跟北方的游牧民主打仗 北宋是怎么对付辽牧民主的 他不是用军队来对付他 他是用钱把力解决掉 那南宋呢 南宋一样呢 他也需要大量的钱去处理这个东西 那南宋他保护国际贸易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看得到海上失误的兴起 那时候的历史有记载 南宋时代有钱到什么程度呢 有钱到说农民是穿着丝绸下平的 所以如果你说你要穿越 穿越回到过去 你不会选择那些什么 桑柏啊 汉啊 汉像你看 你看他昂帝 看起来像灵土广大 很像耀武阳 可是人民过得其实是不大好家 相对来说 南宋或北宋那个板不小 可是人民相对来说是过得好的 南宋的人相对来说是过得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做国际贸易 为什么他们那时候可以做国际贸易 因为政府是保护这个东西 政府保护这个东西 那有历史记载 历朝历代的税收 比如像你们现在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清工剧 大家都在吹牛说 我雍兮康正前往往往 跟往往 这个疆域很大 很像很了不起 这个 可是你想想看这个疆域大 跟你人民有什么关系 跟你的人民没有关系 疆域大他在宠 自己在宠 对不对 清朝的疆域很广大 可是历史记载呢 清朝的财政税收呢 其实跟明朝差不多 然后呢 远小于北宋跟南宋 历朝历代税收最多的是南宋 接下来是北宋 然后接下来才是明代跟清代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南宋其实是非常有钱的国家 那为什么有钱 因为他保护国际贸易 那为什么他保护国际贸易 因为他那时候会需要钱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呢 你看历史上的记载 有很多是关于大商人的记载 对不对 有很多是关于大商人的记载 记载说很多是大商人 那为什么那时候对大商人 相对来说跟汉代以后对商人的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春秋战国时代要富国墙壁 你要打仗 你要打仗就需要钱 需要钱就必须要富国墙壁 所以相对来说你要保护商业 所以保护商业的结果呢 很多商人呢 就会被记载在历史上 而且文化上就推崇他们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到范里 陶珠宫 这些都是大商人啊 可是你看到汉代以后 你会把陶珠宫说 你会把这些许动汪子李淡 郑志龙说他们是陶珠宫吗 不会啊 你不会说这些人是陶珠宫 你不会说这些人是陶珠宫嘛 对不对 可是春秋战国时代会说他们是陶珠宫 对不对 那还要讲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 把镇国的一个商人 把那个牛肉要送到秦国去卖 然后他会记载这些商人的故事啊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那时候推 相对来说推崇这些商人 因为政府需要钱 政府需要钱 文化上就会推崇商人 然后呢 我就会保护贸易 保护贸易 所以其实你从这个1860年以来 1860年以前的那个中国皇权政府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到政府不必然会保护贸易 因为对他来讲 你要看说这个东西 如果对他有利他就会保护 对他不利呢 他当然就会打压你 最有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清实在的海警政策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 我们政府呢 会开始完全走向跟过去完全不同的路 这边呢就回到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这个民族体制的重点 很多人在过去你们国高中的时候 可能全公民社会的课本里面有谈到民族体制这个东西 民族体制呢 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会有Poke Barrier的立法委员 政治分章 那同样的你也看到说 这个会有Rent Seeking的问题 虽然我跟你说Rent Seeking 寻租的这个问题呢 不见得在民族体制里面才会发生 在威权体制里面也会有 然后可能也会看到说民族体制里面有决策速度慢的问题 那当然民族体制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理性无知 理性无知的情况叫做 理性无知的问题叫做 聪明人会不投票 会是理性的选择不干预政治 为什么聪明人理性选择不参与政治 因为参与政治投票这个东西是集体行动 我上个礼拜我跟你讲 集体行动这个东西是一种通共财 所以它会有Free Writer的问题 理性无知是民族体制里面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聪明的人会选择 我就不参与政治 因为参与政治我需要花时间 花成本去理解这个东西 可是呢 我要付出成本啊 可是效益呢 收效盛稳 所以我投票 我也改变全局啊 它是一种经济行动 虽然民族体制有这些问题 虽然民族体制有这些问题 可是相对来说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民族体制相对来说呢 比起过去的威权体制来说 它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保障人民的利益 也比较保障呢 这个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你民主政府底下呢 你保障贸易呢 你会带来税收 那你保障贸易呢 会不会威胁到你的统治 不会啊 因为你的统治基础是怎么来的 你的统治基础是人民 一票一票投出来 那人民是谁 人民就是市场参与者啊 人民就是市场参与者啊 那市场的参与者 他知道如果你保障贸易 我广分的交易分工 你促进贸易以后呢 我会给你留钱 我生活会改善 我生活会改善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你这样就会有个这个机制 因为我的政府呢 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而这些人民呢 也是市场参与者 所以相对来说呢 政府就会比较会保障这个问题 比较会 会把什么 会把这个服务做到好 会把那个服务做到好 帮你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贸易 因为这样子呢 对市场所有参与者有利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在民主体制底下呢 政府执政者的利益 相对来说跟全民 或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是比较容易取得一致 因为取得一致 所以相对来说 他就比较会 做出对你有利的政策 他这个观点叫做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这个叫做问责制度 这个制度叫做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诶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啦 OK啦 了解啦 OK 所以我说这个观点叫做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 相对来说 这个叫做问责制度 相对来说政府呢 会向人民问责 相对来说政府会向人民问责 如果做不好的话呢 会被一票一票投下来 所以他的利益就比较跟人民的利益取得一致 那可能很多人说那个民主体制 会拿中国跟印度相比 那你会觉得说 很像印度不见得比中国还要来得好 中国他现在是非民主体制嘛 印度是民主体制啊 可是我要说 有个1997年 没有一个国家有发生过大规模饥荒的记录 像印度虽然软糟糟 可是他其实没有发生过饥荒的记录 他没有发生过饥荒的记录 那可是中国呢 中国在1960年代的时候 有所谓自然灾害 死了大概2000万个人 死到2000万到3000万人 可是他们说这个叫做自然灾害 实际上这个是人祸 实际上这个是人祸 因为大药禁所造型的人祸 然后另外一个是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在1970年到1990年代 也发生严重的饥荒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在威权体制底下 他发生过饥荒的记录啊 可是民主国家呢 在20世纪呢 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的记录 所以你从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民主体制相对来说 政府的利益会跟人民的利益相对来说 举的一致性 因为我如果做的不好 人家会把我投票换下 这个叫做问责 人民政府会向人民问责 所以相对来说呢 他就比较能够当贸易 所以这也就是回到我最前面讲的 为什么进入18世纪以后 18世纪中末期到19世纪以后呢 我们进入现代世界 其中的关键呢 是你也可以看得到 跟民主体制的眼镜是有点关联的 民主体制有点关联的 所以从经济史的角度呢 这我就要跟你说 政府的这个角度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基础的 好啊 所以希望这个样子呢 有给你一点想法 去看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说一两百年来 人文社会学科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问题 这个自由市场经济 或是资本主义体制是如何新奇的问题 好啊 那这个呢 大概就是一整学期上课的内容 希望这学期上课的内容呢 能够让大家对市场有些更深刻的看法 好啊 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呢 等到最后再跟大家讲说 从政府 在市场中分拌一下 希望能够让大家对这个市场 除了了解它里面怎么去做以外呢 也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到这个市场的重要性 跟市场要如何被维持下去 好啊 有没有问题 就这个学期上课内容 OK啦 好啊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记得下个礼拜我们要期末考 好啊 那请大家 祝大家顺利 那请大家也加油